OK咱们先来看一下前一天的反馈 分数呢低了点还行 起码比平均值要高 反馈的内容呢也就这么几个 别的呢都没有了 就是这个能够使用Augus发GET请求 还有一个能够使用Augus发送这个POST请求 那么你直接把Augus的下载下载下来引入 然后呢Augus.get.post就可以发请求了 然后呢能够掌握过度动画的使用 那注意啊过度动画的使用呢 再说一遍啊 它呢不会给你提供任何动画 它只负责给你替换六个class的名字 一个叫做什么呢 叫interactive enter enter to 对吧还有叫live active和live to 那六个class的名字 它会自动的帮你去切换 OK那么这个呢需要大家注意啊 所以说呢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想要去实现动画效果 你必须得自己写css样式啊 别的是不行的 好那么再来啊这个看一下这个大家的意见 好 希望在讲支点是搭配一些实际项目中应用的场景啊 好这个没问题啊 但是呢我们 其实学的这个东西啊都是在后面的项目中要用的啊 其实都是要在后面用的啊 那么我尽可能的在学习某一个置点的时候呢 给大家去搭配一些实际的使用场景啊 哪怕不敲代码啊 也给大家呢稍微做一个描述 对吧啊 这个是比较好一些的啊 好 上课点头晃脑自习知之甚少啊 想要去问大佬发现自知太少 这是写了一首打油尸是吧 啊这个摇头晃脑你是困了还是怎么的啊 如果困的话就站起来啊 站起来提醒一下自己啊 啊 好太累了 但是还有不到四个月要加油呀 啊 当今编程语言共有十几篇几十篇 朕不得不先学拍黄篇 哈哈哈哈 啊 插件算法 什么道法万千朕不得不先用无忧意啊 看这些人吧 你什么聪明卸顶 然后哪一个什么眨眼 然后偶像什么什么 正什么什么啊 什么 反正正先走了啊 我山鸡出来混 什么 靠的就是三连框架多构图能加班啊 啊 这个还真是啊 是吧 这个确实是啊 有道理说的很有道理啊 你在上班了是吧 框架多构图是吧 能加班啊 这个确实是 啊哈哈 没你啊 妹子妹妹子们找男朋友也这样的 说为啥也喜欢找成员啊 不是啊 叫钱多花少死得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说你这就是框架多构图能加班 哈哈 开玩笑的开玩笑了 我觉得我飘了 验证码都能输入正确了 哦你这个确实飘了 这个这个这个不用说了 验证码你能输入正确 那肯定是飘了 哈哈啊 咱们这个后台的这个不会股的这个这个验证码不是你那么容易能输正确的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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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好了再来 进度跟不上希望老师不要总回顾时间完全不够哎 这个人家学生说确实说确实是这样的咱们确实是时间不太够用了哈 还要占用大家的一天的那个那个项目时间啊自习一看发现一天基本没讲什么哎 昨天确实是没讲什么内容啊 基本就是回顾的多一些尤其讲了讲了多的比较多的也是有对吧 结果昨天一用还还是有有些蒙是吧 啊讲完了也是六上午下午用的时候还是嗯嗯嗯 还是蒙啊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 好虽然技术知识了解的了解的不是很扎实但是小红老师都讲过了啊 这个没错啊都讲过了啊 好自习复习复习应该能够理解啊 ok可以啊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不再考虑你知识点的这个问题了 就是说你技术知识点我就直接用了 可以吧啊你要看不懂呢 我单独的再给你就是给你过一遍可以吧 但是呢我不会用很多时间了行吧 我就口头上说一句就完事了可以吧 如果再用到新识时间的话 ok 好这个从promise开始就没跟上啊 之后就一路蒙威希望能再讲讲啊 我再说一遍啊promise这个东西啊 你没有必要真的去学会怎么去封装会用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真的较真去我就自己要封装一个什么东西 如果你觉得你能自己封装的话你尝试的封装一下 封装不出来呢你就直接放弃吧 能力有意思吧 你直接放弃去了 现在呢其实是没有必要 因为确实是很少很少棘手的场景下能够让你自己去封装一个promise的 能力有意思啊 这个是真的棘手的真的棘手的 ok再来 ifpana如果cic等于201 请问为什么要加这个pana的啊 这个状态码啊 删掉这个状态码呢 能够呃 天下数据呢 也也是没有问题啊 没错啊 注意这个状态码呢 我们是在post提出的时候呢 服务器给我们返回的一个htp的状态码是201 201呢代表的是要天下成功了 对吧 正常情况下呢 你不加pana他也能天下成功啊 对吧 但是呢我们会防止一些意外的情况 什么意外情况呢 就是服务器真的没有没有天下成功 那他跟我们反馈的是400啊啊 跟我们反馈的是什么什么东西 对吧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啊 主要呢还是做这一个pana的啊 当然了我们在真实代码中呢 后面也没有加l4也就是说呢 如果他不是量201那我怎么办呢 我啥也不干 是这个意思吧啊 所以说呢这地方呢 你说你去的行不行了也行啊 没问题对吧 但前提是保证服务器确实不出问题的行 对吧啊 ok但是呢这种情况呢 我们一半啊就不会保证了 因此呢 还是啊尽尽尽可能的要加这样的一个判断啊 ok 好最喜欢新的游戏开车又不用方向盘的样子啊 哈哈哈 这个昨天确实是这个有点那个啥啊 就是翻车了啊 哈哈哈哈 昨天翻车了啊 好的 今天感觉学的东西有点杂啊 满脑子都是马赛克 不是你怎么满脑子都是马赛克 啥意思呢 这个有点坑啊 不应该这样啊 啊 好这是什么 什么铜锣湾只有一个号男 那我就是陈旺南啊 好厉害啊 哥 我删机 哈哈哈 老师讲的每天 老师每天讲的东西 同学们下课最好备会 哎这个学的是没错的啊 而且当时理解了啊 也好备啊 确实的 等以后学心智 学心智的需要的时候呢 你也好你也好学啊 啊如果不背呢 各位的神学忘了啊 连连连连这个理论也忘了 老讲的时候呢 啊跟新学的是一样的 之前老师讲过都不知道啊 那就该批评了 哎 这个确实没错的 人家说的最的啊 这个确实是啊 老师讲过的知识呢 其实真的是应该在你的脑海里就背过的啊 这个确实应该背过的啊 老师会以后再用的时候啊 一上课一问啊 你就应该知道 对吧啊 说的是什么啊 瞬间的有人想起来啊 这是这是应该的 但是呢 反过来又说啊 这个我们学的东西呢 确实有点多啊 全部都让你记住呢 也确实有点 反正不太现实啊 但是啊 你还是要努力去记 好吧 尽可能多的去记啊 老师上课的时候呢 也尽可能的啊 用到一个比方以前学过的知识啊 那尽可能呢 口图上啊或者是代码上的都 都会给大家呢 稍微的回顾一下 对吧 但是呢 你要说如果记忆模糊 那没问题 老师一回顾你就想起来了 但尤其怕那种啥呢 就是连模糊记忆都不存在那种 完全就是零 你把空闹什么那种啊 你完全记不住那不行啊 完全记不住那不行啊 人类的本质就是复读机 这个没错 大部分的情况下 人类本质就是复读机啊 不是复读机的有没有呢 有爱因斯坦这样的 爱因斯坦那样的 是吧 还有什么 之类的是吧 那样的不是复读机是吧 但是呢 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们之类做的工作就是复读机 啥意思呢就是 知识都是现有的 知识都是现有的 你能不能把它给掌握到你手里 如果你还能再复读给别人 那你就是老实了 对吧 一个道理的嘛 这意思吧 知识都是现有的 那你能不能把它转化为你自己的东西 如果你利用这些知识产出了 那你对这个社会就是有贡献的 如果你利用这些知识再复出来 那交给别人 通过一个就是转化的过程 或者就复读的过程 你真的能做到复读机 那你那你也够厉害了 够厉害了 这是真的 你点我呀 好 一会点你啊 忘了你赢了 忘了你赢了 犯车了吧 老师你这绕来绕去的 蒙蔽了 都转来回来 这么远来远续还是你 不是 这个确实是啊 因为咱们我们昨天复习的 确实有点多了 复习的确实有点了 OK 那么一会儿呢 我们回顾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再去回顾了 可以吧 可以啊 我能不直接讲新知识点 行不行 好了 那知识上呢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问题啊 关键呢 还是一个就是个promise的问题啊 promise呢 我再说一遍 如果你真的能听懂 那你就自己去封装一个promise的阿杰克斯 昨天呢 我记得也给大家说过了 如果呢 你要是听不懂呢 你真的完全可以放弃它 因为 因为我跟你说说一个 就因为第一个 我们用不到自己封装promise的情况 几乎用不到 还有一个呢 就是yes7 你知道yes2017吗 yes72017和2018 出了把promise替换的技术方案 所以你真的不用去 明白的意思吧 啊 就是你会 你学会再用就可以了啊 那么 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要自己封装的话呢 完全不用不用学习promise 学一个新的那个2017的语法就可以了 能明白吧 能不能明白意思啊 所以说呢 这个promise这个东西啊 你真的啊 完全没有必要 说是我不懂 我就非得把它搞懂了 真的没有必要啊 真的没有必要啊 好了 这是大家的反馈啊